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12日 星期日 中南海局勢持續要關注 原因就是 習近平 到了四川才可以暢所欲言 一反對北京 又被人禁言 我們之前提過了 昨天那集 習近平 原來 四川的雅安地震 當日 他就說已經發出了指示 緊急指示要求 要求要做好救災工作 但是 新華社人民日報 所有的官媒喉舌 完全沒有報導 是故意不報導的 因為 我們 之前跟大家說 在這些場合是不可能不報導的 唯一的解釋 就是 官媒已經知道誰是新老闆 所以重要的不報導 無關同樣的 跟哪個總統 問好 跟哪個總統 強調 忠乎有義 永遠長存 這些 無虛的事情 全部都照報 大家有沒有發覺最近我們其實 講得比較準確一點 習近平所做的事 絕對是一個虛位元首所做的 全部是象徵性的外交禮儀式的事 對於中國的實務 這大集 LETTURO 完完全全sembly宵 到了四川 再次強調動態清明 但他 mortar到北京 недели 新華社 Tioc 人民日報、新華社 這些官媒 去 Hatiy Monica hasn't eliminated 這自 suppl族 再次強調動態清明 反而 也是 集中說 這個 聘經濟 又要說什麼 我可以 就這樣推亂 現在的這個集想 集下理想 其實已經是 塵埃落定了 原因就是 習近平 很想可以反撲 例如這次傳出他特意去這個四川 就是想 去成都 就是想去這個西部戰區 尋求支持 但是我們看到 最近解放軍報 裡面的這個內容其實緊跟中央的報調 緊跟人民日報 新華社 央視的那個報調 是沒有任何撐習近平的意思的 這個也是一種政治表態 其實解放軍不撐習近平 我們去年已經說了 去年這個六中全會 習近平想將這個 他自己的版本 重大決議寫一個黨章 誰知道遭到元老的反對 當時我們爆料 鬆平 一人一票否決 鬆平 去年是104歲 今年應該是105歲 所以 是最有力的元老 整個中南海裏面 最內資力的元老 可以說是六四時期 他已經做常委 當時還有江澤民 當時江澤民 剛剛進去做總書記 他就是政治局的常委 當時的政治局常委基本上死了 只剩下江澤民 他 當時還給江澤民的智力再深一點 宋平否決了習近平的 議案 重新寫過 重大決議 將他想比肩無凳 的願望落空 當然 經過了幾天的鬥爭出來的結果 沒有辦法得到習近平的預期 其實當時 已經有一批黨內元老不滿他 只是 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當時 找不到人出來取代他 因為中共 大家都知道 中共的政治究竟是什麼 其實 一向以來也是有妥協的 唯獨是這十年來 唯一一個不妥協的就是習近平 其他的元老其實也不斷妥協 其實一百年的時候 習近平要修憲 要修改這個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當時也有人反對 結果也是不夠強硬 唯一 從來都不退讓 從來都不讓步的習近平 就出現了這件事 要所有人都讓步 原老直至上海 上海 真真正正是令到所有人驚醒 說這個人被他再搞下去 我們沒有了 不是中國老百姓 他們只是擔心自己 也擔心這個政黨 整個中共是會毀滅 是被他一個人毀滅 我們對於習近平 可以說是又想他連任 又不想他連任 希望他繼續攬炒中共 因為他只要再做下去 中共一定會加快滅亡 反而被李克強做 未必會加快滅亡 不過很難說這個世界 因為 這輛車其實已經跌了一半下懸崖 只是沒有全部跌下去 但是車上的人 不覺得 還是覺得 沒有問題 我們還是高速增長 這次 我反而再看到另外一個苗頭 之前跟大家說了很多例子 究竟他會不會像華國鋒一樣呢 現在就這樣看 我覺得美國佬 是要出狠手了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最近多了人退訂Patreon 還有 也有很多股象 使得Patreon 突然間會把 會員彈出去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被彈出去的話 就重新訂回了 可能要花你一點時間 另外希望你們 如果用手機聽 最好就下載Apps 就會聽得快很多 暢順很多 是Patreon的Apps 記住 我們說回為什麼 美國的前 國家安全的 副顧問 駁名 即是 在特朗普年代 進去政府的駁名 以前在 北京做記者那個 他在北京被武警打完之後就明白了中共 他在 一場中國挑戰峰會的活動上就這樣說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是不會放棄任何權力的 他唯一的交權方式 可能就是在棺材裏面 博明還指出 中國國內的溫和派 即使對習近平的政策不滿 也不敢發聲 很多人甚至已經離開 這個 真是可圈可跌的篇文章 你就這樣看下去就覺得 沒有可能 美國智庫也是這樣說 但是 美國智庫 很多時候 他們的主張或分析 其實是有agenda 我要分析給大家聽 這次 美國 要動殺機 今天講講 博明說甚麼 他就說 習近平這種人 其實他是 不會放棄權力 哪怕只是一部分 即使是很少一部分的權力 也不會放棄 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說 現在中共裏面的人不夠強硬 不敢和他硬碰硬 但是 我們當然看到的東西都不是這樣的 我們看到的情況 就是現在習近平基本上 是在實務方面 已經沒有任何作為 即是說實權的事 跟他有關 重大的決策跟他沒有關 應該由他親自指揮的事 全部沒有做 但是也有一個說法 例如救災 逢是地震救災 每一次都是由國務院 應該的責任 職權在國務院那裏 但是由於他要做老闆 他要告訴人 李克強是我的伙計 我現在指示李克強去全力救災 不得有誤 遺者斬 這個是皇帝對下面大臣的憤事 要你現在救災 我要你自己 我要你搞定他 但是 這次6月1日 這個雅安地震 是由國務院 親自指揮的 所有的我們看到央視 新華社 人民日報等等的文章 全部都是 說國務院 去指揮這次的救災 而沒有提過習近平 你想想 習近平以往從來都是要 站在 國務院李克強頭上 基本上所有的常委他都要站在他頭上 現在 跌下來 分開職權 而且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最嚴重的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 已經不報習近平 關於這個抗陣 的指示 這個抗陣救災指示 是習近平自己 9日 在這個眉山的 這個 活動 即是考察的活動 自己說出來 當時的新華社才轉載了 原來 6月1日 已經有下過指示 但是 央視 黨媒最主要的三大喉舌 是不理睬他 是不報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以往 發生過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發生在文革前 我跟大家分析過 當時的老母 她想在人民日報發一篇文章 不准 不讓她發 因為原來要審稿 要讓人民日報審稿 那時候人民日報審稿最終要問中宣部 中宣部當時的部長叫陸定一 所以 她恨死這群人 因為北京市委 中宣部 所有的喉舌全部都不是站在她那邊 全部都封殺她的言論 是不讓她說話 她任何的事情都不讓她說 所以 當時她一搞就要打倒彭羅陸陽 彭 即是北京市委書記彭真 羅就是公安部長 羅瑞興 陸是宣傳部長陸定一 楊是中辦主任楊尚昆 中央辦公廳 是掌握整個8341部隊 以及整個中南海的保安 行政 所有的事情 她是大總管 甚麼都要去管 楊尚昆不是站在老母身邊 而是 而是站在鄧小平 以及 劉少奇 身邊 所以 老母是被人控制住在北京 當然 現在習近平的處境就比當年老母好一點 因為 他的中辦主任還是丁士祥 還是他的人 而這個老母 在文革之後 才把汪東興提攜上來做中辦主任 因為汪東興只是一個遺事 他不夠資格做中辦主任 就是由文革開始 上位了 所以 8341部隊 其實 到了 當時 由汪東興主任 才是效忠於老母 之前的8341部隊 不是效忠於老母的 所以你要看看那個政治環境 現在的習近平其實比當年的老母好 而老母有能力 去到上海之後 發了一篇大字報 透過上海文匯報 這次習近平想學這個老母 想去四川的時候 說一篇發表 看看外界的反應 尋求支持 不過 在這個政圈裏面 在整個 中共權力高層裏面 他得不到很大的反響 甚至乎 那個 效果也挺差 沒有人採取他的肚子 尤其是他說要強調動態清零 基本上 是沒有人理會的 當然 上海最近 又要封回頭 上海另外一個地方 因為始終 他的馬仔在 李強在 所以 上海也 不能夠完全作準 我們看到很多地方 其實已經開放了 唐山已經開放了 有人去 吃夜 凌晨2點去宵夜的地方 還是坐滿人 也不見有人戴口罩唐山 在那裏打人 也沒有人理會的 公安也沒有人理會的 你們看到這個地方是這樣的 所以 有沒有動態清零呢 當然沒有啦 很多地方已經 不遵守這件事了 我們再分析一下薄明這句說話 薄明這句說話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動了殺機的 美國政府其實知道 美國的智庫 其實知道如何影響美國政府的 為什麼 他要告訴你 習近平 不會交權的 溫和派沒有用的 他死也不會交權出來 其實 就是要逼美國政府更加強硬 更加支持中共 裡面 的反習派 讓他們裡面 狠狠殺手 這個 其實從來都是美國的策略 美國有很多智庫 說出很多中國威脅論 中國的軍備多厲害 幾多分鐘可以打到美國 怎樣可以 中國的軍備多厲害 幾多分鐘可以打到美國 怎樣可以打到美國的戰機 怎樣打到美國的戰艦 其實目的 也是想幫他 在這個軍火箱那裡開綠燈 中國很厲害 很大威脅 我們要急起直追 你已經走到Windows12 人家還在用2.3.6 所以 這個是美國的策略來的 我覺得 要迫使美國政府 對於 中國深層政府更加加的力度支持 要給他個鼓勵 你動手 你不動手 它是不會交權的 是不是要狠狠撒基呢 我的分析就是 集上理下 基本上我都覺得是真是塵埃落定 接下來 繼續跟大家深入地探討 暫時先說到這裏